比賽時如果贏太多,你會想要放水嗎? 美國聖星中學的女子籃球隊實力非常堅強 但前陣人,他們在校技比賽時 以92比4的懸殊差距 打敗另一所高中黎曼霍爾的學生,引發了爭議 有人指出,在最後一節 黎曼霍爾明明還是0分 但聖星卻依然採用緊迫定人3分快攻的戰術 是欠缺運動家精神,不尊重對手的表現 因為有人罵聖星吃相難看,沒有練明星 高中籃球應該是要讓學生體驗打籃球的樂趣 對手看到輸這麼多分,容易有負面影響 而聖星最後也出面道歉 表示這場比賽結果,確實不符合他們的教育理念 決定罰總教練柯克競賽一場 但柯克本人沒有回應 你覺得真正的運動家精神是什麼呢? 到底是放水還是不放水,才算是尊重對手呢? 留言告訴我們吧!